Brian就问这个1810,就是这个小米来的 他就说看到他持货很久了,但是没什么气息 是不是要换马呢?他29元入的 他说如果真的要换,换些什么呢? 其实这些股份真的有些鸡难的 刚才所说的,你说是否真的很差呢? 其实他业绩做得不错的 就是譬如说... 又有回购的消息 是的,其实是来自 譬如说他的手机业务 其实今年第一季、第二季到现在 有很多不同型号的新手机业务 都有些关注来的,其实市场反映也不错 其次就是他在今年第一季看到 其实他在刚才所提到的互联网广告 其实他的互联网业务 所谓叫增值业务,其实增幅也不错 其实业绩是,我想今年上半年 市场应该会比较正面一点 所以如果你29元是否有机会上升呢? 我觉得不排除他有机会上升,就是回到你的水平 因为其实股份在业绩的层面来说 是有些不错的因素 但是可能真的事不与我暂时 投资近期的焦点未必落到小米里 你看到他的上游,包括赤信玉、瑞星那些 人们的焦点未必落到那边 暂时对小米里的关注是少了的 所以我问到这个观众 你会怎样?你有没有耐性? 其实这些股份在业绩期公布 至前后可能会有些动作 而我们期望业绩或者现在的股算 应该到比较正面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上升,贴近你的卖入水平 然后你会有点赚赚赚 但是你有没有耐性等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认为你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输了一点 我不知道迟了多少 29元,他有1万 我不知道是1万股还是1万元 我猜的,还是1万手呢? 是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尝试有急的 可能没什么耐性 你不如先减少一点 可能减少3万一 去做一个观察 然后再去看看是不是会上升 有可能再减少 可能去日本银站或收еко率